因为这周末我们要去青城山出差 所以就趁着不是节假日的高峰 和用了双十一的购票优惠 住了一次网红酒店 如果按照正常定价 基本上要花我一个月的工资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六扇酒店 原本的六扇酒店是以海岛度假文化设计 铸成于世 那么它如何将青城山道教文化 和深夜风光融合在一起 也成了我们最好奇的一点 所以这一次就带着大家 第一视角体验青城山六扇酒店 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厅里 办理入住了 他们刚刚一人给了我们一杯茶 我尝了一下这个茶还不错 然后如果你想买的话 旁边也有卖的 他们在桌上还放了很多书 现在呢 他就在那边办理入住 您的房间现在是给您安排的是邀 房间是在这个位置 稍后同事会送您过去 用早餐的地方在这 我们的机餐厅早餐时间是7点8到10点 直接报房号用就可以了 在9点时间的话 如果您想走 您反正机餐厅这样走过去就可以了 如果您不想走的话 反正过来您会来接您的 然后在前台的旁边 有一个我们的开餐厅 开餐厅的楼下是我们的夜亮吧 这现在是一个我们的小酒吧 再过去一点 我这个房卡给到您 这个房卡打开就是一份这样的地图了 我同事坐您回房间 谢谢 当着坐车好刺激哦 这边 他视频都在这边 我说好了 滚几个 哇 杀杖 有一种 怎么说 现代中带的古谱 古谱中又充斥着 农村的感觉 你看这是 哦 这是个走空哎 它是个手机吗 它是个手机吗 对 客房控制 你先把恒温给我降一下 机械舞不动 哎 哇 这应该就是刚刚我吃的那个茶吧 那就还挺甜的 挺好吃的 还有咖啡 鸡 这边还有 我知道 直到 啊 这些都是假柜子吗 你过来看一下他们班开呗 这 他就是为了房主中手多的人 下边 是真贵 你搬坏了赔钱啊 假柜子 哈哈哈哈 哎你看这还可以折个住的 哎 上面还有一个充满 年代感的那个 箱子 这还有这个什么呀 我觉得上面一层多的被子吧 哇 我们就跟拆家一样 那这个是什么 这放了个罐子 装冰的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貌 就这样的 大家看 刚刚 这个就是我们看那个茶的柜子 这个就电视柜 这个就是mini bar柜 mini bar确实很贵 是吧 我们看看价格 都要花钱 一个轻道啤酒五十八 我要开一下 我要开啥 哦哦 这这个 我还说买 我还说是这种棺子的 哦 那一个柯柯柯多少钱 二十多 二十八 外边两块钱 叫二十八 多个贵了十四呗 还有三只松鼠 饮料还是挺多的 床比较软 哦哦 no 哎 哎我喜欢那个床 它 就是 软硬湿度 叫它个小的 它不是很软的那种 你看 还有一个射灯 看到没 这阅读的 我这也有一个 啊 我没有看凡准导柜 说 看到了 哦 它有横温泳池和那个温泉 温泉它和旁边豪盛 是公共的小朋友的拖鞋 好乖 我要拿回家 小朋友的拖鞋 但是好乖 看这儿就有多的 看这儿就有多的 被子 我觉得这个家的温度可以不盖杯子 洗一袋 布置的 哎 看看这个 这是给我们装东西的袋子 哦哦 哇 好乖啊 我要拿走 边边是他们酒店的楼梗 还好了 不管我觉得这边乖 我要拿走 好 它是一种故意做旧的浴缸 你不觉得好像是那种 就制陶现场的感觉吗 就是他们的浴灶 茶味的 哎它是两个那个是 它是一个洗澡一个 我 咋办啊 在在这个地方上厕所 怎么会怎么让我在 艺术 就是艺术博物馆的感觉 有没有 有 它没有给浴缘 哦在这儿 哎 这灯只有这么亮吗 我已经有时候都开完了 来我们到最亮的地方来 我们最亮的地方是马桶 哈哈哈哈哈哈 还可以大家看一下什么 有针线包 化妆棉 有棉签 大家看一下 鱼帽 谢谢这个 哎他棉签还附送了棉花 鱼帽 两个鱼帽 哎这个酒店其实很少付两个鱼帽的 对 它们是这种鱼帽 塑料的 是吧 嗯塑料 还起家鲲 这边是牙刷 大家看看牙刷 下面有点东西 这是什么牙刷 真的是高度节的 不是那种 比较打动品牌 毛还挺软的 牙刷毛还挺软的 它这是浴室 是分开的 他用了高低 一个方便小朋友 还有一个 两种模式 哇他洗发水好高的 这个瓶子是那种 陶瓷的 别摔了 别摔了 带小朋友来一定要注意 它们要给生鸡乳吗 我也没少 哦 必须是这种 一种液晶 哦 不如 我这儿试试 我这儿试试 我们现在月亮吧 都是这种小灯在这儿 那个 这房间色调一句的 这下边是吃饭的 跟我们点的 清晨迷雾 然后这个是上面很漂亮的花妹 这是他这首小吃 一个是牛肉干 这个是加了辣椒的坚果 很好吃 因为我们只点了一杯 所以他送了一杯热水给我 怎么样兄弟 平时我们两个也不喝酒 所以这个酒好坏真的喝不出来 但是这个味道其实我觉得 我挺喜欢的 很甜甜的 真是甜的 真的可以喝 我不想喝 而且他学的歌我觉得很有品味 就不是那种抖音声趣 就是那种粤语老歌 现在是晚上九点五十 我们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吃烧烤 吃烧烤 看看外面好冷啊 赶快吃赶快吃 炒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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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炒 炒面 六扇酒店准备了中式和西式早餐 除了炒面炒饭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真的红薯 玉米 鸡蛋 熊猫形状的豆沙包 炸春卷 炸油条 这些其实都还不错 炸春卷 它里面的肉不算很干很柴 口感层次十分的丰富 这儿还有很多的西式点心 华夫饼 软包 牛角包 煙熏三文鱼 水果蔬菜沙拉都有 除此之外 这儿还有很多的四川特色 这儿就有五六个泡菜坛子 配合着白粥 牛肉粥 猪肉粥 猪肉粥 简直爽 很烦 这儿是做面食的柜台 有四川淡淡面 番茄鸡蛋面 和杂酱面 都会有人帮忙做 但是说实话 味道比较一般 这儿还有一些四川的 萝卜干呀 凉拌木耳呀 这些菜 都十分具有地方特色 我最最最最想要推荐的 就是这个川味的欧姆蛋 在欧姆蛋里边 加上洋葱和辣椒 和平时吃到的欧姆蛋 完全不一样 超级好吃 它这儿建筑风格 包括装修风格 都很偏 海市东南亚的感觉 对 对 采摘蔬菜属于付费活动 这就是花椰菜 这就是花椰菜 过来看 花椰菜就是 就是我说的 花菜 就是十百花 对 这个很 还是菜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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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很 很 我们的房价是多少 这是最关键的 这次是六胜酒店双十一的优惠 然后所以 一千五百块钱人民币 然后如果是加上周六日的话 要贴四百块钱的节假日补贴 所以下来一共是 一千九百块钱 然后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住的那个房价 它在网上挂的价格 就比如说鞋床这种是四千四百八十块钱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实惠的 要不是创新这部优惠 要换我一个工资 一个月的工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